虽然油价跌了 但是呢 店价不跌 这个物价自然就降不下来 那么将来薪资调涨的话呢 估计店家还会转嫁到物价的上头 所以说想要看到物价下跌 恐怕短期内没有希望 牛肉算一算 完美七分熟 冬天吃锅最过瘾 连锁火锅店 10月起正式涨价 双人套餐最多涨200元 连三大手摇饮料店平均涨5块 一杯冰淇淋红茶70元 直逼便当价钱 从火锅超长便当到卤肉饭 或是喝的饮料 涨势一波接一波 观察半年来CPI指数 从4月年增率1.66% 到8月年增率破2% 只是现在国际油价 跌到4年来新低 但奇怪了 和油价联动的物价 怎么还高高在上 所以店价涨了之后呢 就继续维持在高档 所以不要轻易相信政府说 这个市场自由机制 价格涨了 后来还再回去的 其实都没有 来到公管商圈 因为经不起物价上涨 很多20多年的老面链 像这样子 瞧瞧调整售价 烙面起锅 一大碗的面 过去50元搞定 现在看看墙上 贴了一层新标价 几次的油电双涨 hold不住了 涨了5到10元 这样8年下来 一下涨了一倍 瓦斯涨 猪油也涨 一斤20元 涨到一斤60元 成本降不下来 变成小吃摊 上涨苦衷 对他们就是涨价 就会涨 然后降价 也是不会涨 所以我们物价 就越来越高 怎么可能再涨 完全不抱希望 市场机制失灵 而政府的那双手 也把顺序搞反了 薪水有点增加 但是因为物价 走在前面了 所以变成会是 薪水永远赶不上物价 薪资比物价慢涨 只能永远在后头追 先增加到25000 这样的一个水准的话 那物价的这个速度 就会比我们 它的这个增加的速度的话 不会让我们购买力的 那种成长的话 那么缓慢 就算油电执掌 接下来还有薪资涨 员工调薪 企业成本增加 如果政府不能准确 平易物价 永远对下一波涨势 对小老百姓开刀 东森 财经讯会 陈文档 陈文杰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